然後這時候我漱完口什麼剛好弄完 一個轉身 一個免型內褲這樣飛過我面前 掉到那個洗手台裡面 我說傻眼 他就開始臉很臭 開始要生氣 我趕快把內褲拿起來 我跟他說這個水是乾淨的 不是我噴過沒有沖過 漱完口之後我有再洗過 這是乾淨的 拿給他 他說誰想要穿試掉的內褲啊 然後就很生氣跟我說 你知道嗎 我昨天把內褲開到馬桶裡 我如果聽到你昨天有掉到馬桶裡 我就已經感覺到你努力要規避風險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處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狼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生產完之後 從這個外星人手中 多揮自己身體的感受啊 你應該是非常有感受吧 因為我覺得我一直在 影響你 我記得你那次懷孕的時候 我一直跟你說 我覺得你好奇怪喔 這不是你 這一段接近一年的時間 會翻掉我認識你五年的那種狀態 好啦 跟大家分享第一個 味覺上面的改變 零食的變化 啊 就我認識你的時候 初期交往的時候 你是一個很喜歡喝咖啡的人 我們那時候還在熱鍊企業的時候 之前是分開上班的時候 我們都會拍 今天又買了咖啡又幹嘛幹嘛的 所以我就知道你是一個喝咖啡的人 然後你懷孕的時候 聞到咖啡就 來跟大家細細的說明 關於喝咖啡這件事情 其實在懷孕前 你都會聽大家說 懷孕的時候你的口味會變得很特別 或者是有些人說 身為一個孕婦我覺得 媽媽身體就是很聰明 會自己去做選擇 你就是會自動不喝咖啡 那時候我還在美國的時候 我們也是每天就會 就泡咖啡 早上泡咖啡喝 我大概懷孕一個月 兩個月的時候 我還跟你慶幸說 嗯我覺得我對咖啡還是很喜歡 我並沒有因此不喜歡咖啡喔 不然有一天 聞到咖啡味道 一開始是不能喝到 後來是連聞都不能 所以你被我逼到 連咖啡都不能煮 對我就偷偷摸摸 要嘛就是 在你休息的時候煮 煮完之後趕快把味道弄散 要不然就是自己去外面買一杯 好可憐喔 對就很可憐啊 隨著你越來越要卸貨的時候 你就開始有點拿回身體主控權 半夢半醒之間 想到自己喝咖啡幸福的樣子 我要跟大家說 快要卸貨的時候 有一天在高速公路要下來 我記得是一個下午 我就說 哇現在來一杯咖啡有多好 然後我就很開心的跟你說 我是不是要回來了 我開始會想要喝咖啡耶 想像擁有咖啡的美好 我覺得那樣子的人生是不一樣耶 傷口復原完 開始可以活動喝咖啡的時候你就 對嘛 這美味 尤其是那個第一口咖啡的感覺 真的是會讓你覺得 美好 對 但我一切的不如意 壓力 就在那一口咖啡通通被 釋放掉 那感覺有多好啊 回來的一個徵兆 我現在可以喝咖啡了 非常可以 而且可以喝很多咖啡 好啦以上是我們的分享 莫比奇妙 超猛 下一點是聽覺上面的感受 很多人應該很難理解 懷孕跟聽覺上面有關 我也沒有辦法理解 就蠻奇怪的 因為我們很常 外出嘛 在車上第一件事一定是開音樂 選了一個喜歡的音樂你才會啟動 對一開始你是開家裡的車 我還為此研究了一下你的車子 你去找了Ox 我特別用那個傳輸線 讓他刻意播音樂 包括我們家自己的舊車 我也是想辦法 讓他可以播我現在可以播的音樂 到中間我們換車有自己的車之後 更誇張 你還會把音響在那邊挑聲音的配比嗎 你要還哪裡嗎 超級在意聲音這件事情 懷孕之後呢 他就開始都不太聽音樂 聽什麼音樂都煩躁 有嗎我會怎麼樣 你有很想要聽音樂嗎 你覺得音樂有點吵 我們不是開Polo嗎 Polo Beats 我特別選了音響比較好的特飾版 後來我們換了這台T管 其實它的音響也是很好 就是它也是被加強過的音響 然後我就會跟你說 現在車的音響 是不是沒有那麼好啊 我懷孕期間會懷疑我們車子的音響不好 到我現在懷孕後 我就瘋瘋開始播音樂 重點是我現在就覺得音響很好 真的嗎 對 所以我覺得是我的問題 我還亂懷疑是音響的問題 可是你買了環繞你也不聽嗎 懷孕期間我就是一直不聽音樂啊 就很哭腰啊 然後環繞中你跟我說什麼 你是不是不會調 我覺得你沒有把它調到最好聽的 我在電影廳不是這個樣子 我會有一個我認識的我是一個版本 我明明對音樂是喜歡的 音樂都是同一首歌 那就是音響的問題 這音響我特地還找人再來調過一次 當場聽完 對 好聽了 會放嗎 不會 因為懷孕期間我都沒有放過音樂 然後我就會說 我覺得這樣安靜一點蠻好的啊 你有一定要聽音樂嗎 對 而且你知道很過分是什麼嗎 懷孕容易累 你就會睡覺 然後我自己開始我就超無聊 我還不能放音樂 我自己有一個喜愛的清單 就是我把我所有喜歡的歌按愛心 它就是在裡面 那一個清單是我記得我懷孕前 就一直開始累積歌曲 然後在我生完之後 有一天在高速公路上一直播了一首歌 靜靜的把那首歌全部聽完 我們兩個都沒有講話 我聽完之後我就問了他一句 我說 這首歌後面本來就這樣嗎 然後你就說很好聽的齁 我說 徹底聽完整首歌 然後我就覺得 solo地方怎麼這麼屌啊 然後你後面還加了一句說 後面solo很厲害齁 嗯 我生之前 這首歌聽完都沒辦法 你知道我這個人聽音樂有個習慣 我不喜歡第一句歌詞已經唱進來的時候 你就給我跳下一首 前奏OK Vocal一進來就切 我就覺得 啊 我好焦慮你知道嗎 然後以至於按愛心的這首歌 從來沒有被聽完過 然後還有一個也很奇怪 他只看到一半也是放的一個 有個聲音 蛤 從在叫的聲音 有個禪 蛤 我們在高速公路上 不會有禪 有 我就指音樂的螢幕 蛤 是這首歌嗎 這首歌一直有這個聲音嗎 對 我懷孕期間也一直在聽這首歌 可是我都聽不到禪的聲音 我的聽覺好像受了很大的影響 好這就是關於聽覺的分享 大家一定覺得說 到底為什麼懷孕期間會有這種改變 可是我就是有 卸貨之後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就是 很想工作 非常想工作 會有一種 把身體要回來的感覺 哭了背起來 哭了背起來 然後上次你就可以就是這樣子 就是 你知道 各種角度 然後你可以整理東西 恭喜你回來 懷孕最不想做的就是 哭了背起來 這件事情是絕對不想做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家裡瘋狂整理東西 一區一區的整理 這一點還不錯吧 不錯不錯不錯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聲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 大大的幫助 訂閱 下一點是 嗅覺上面的變化 我想這一點你應該是非常有體悟的吧 我覺得超痛苦 家裡要香香的 每個地方都要擺一些擴箱啊 或者是蠟燭啊 後來我們就出口去做恭喜了嘛 再回到家的時候 我家本來就四個味道嗎 這個香味太濃了 我不行 全部都要收走 收到那個櫃子裡面之後 那一打開 不行 全部給我拿去丟掉 然後我覺得有一個擴箱 因為你沒有把它丟掉 所以我就是還在那邊跟它奮鬥 到馬桶裡面去 然後 倒下去的時候 味道就碰在上來 而且我記得這件事情我也跟你說 你先放著 我忙完手上的事情 我就去處理它 我現在就要殺了它 爆掉 先是空間的味道 比較濃烈的味道 不行之後 開始管到我身上 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 抱在一起嗎 突然就彈開 一臉厭惡說 不要跟你抱在一起 我不喜歡你身上的味道 噁心 為此 你把家裡所有 謹慎的乳液 全部都試過一輪 全部都不行 而且我還不敢擦全身 就擦這樣 這樣可能嗎 可能可以 OK好擦全身 不行 我還要把自己包好 一點空氣味道都不要露出來 要把自己包好 然後還有洗身體 所有洗澡會用到所有東西 它覺得太香的 它全部都要暫時不能用 但我現在 我開始已經覺得 我漸漸回來了 我把蠟燭拿出來點 我把我們的那個 洗身體的東西 我就開始換回來 我以前會喜歡的味道 我懷孕前 大部分都是 木質掉香味 但是我懷孕期間 我就是 都不行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把它 通通給它放回來 好來分享下一點 我們的觀眾都知道 我有一個綽號 叫做雷神 因為我雷的不可思議 懷孕之後 就又回來了 這個雷呢 真的是讓我 觸不及防 因為我已經習慣了 習慣你不雷的樣子 我都忘記你很雷了 我來舉幾個例子 我覺得這是從月中開始 開始慢慢就是你了 馬上就跟著雷 免費內褲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非常有趣 大家看過我們月中的房間介紹 那個馬桶 它是沒有蓋子的 因為它加了那個 落把扶手 免費內褲就是有 外包裝塑膠袋 之前都幫它撕了 但那一天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能就忘記死了 不不不 我就說 沒關係我自己來 他就覺得他可以 他就自己死了 然後我就躺在床上 我就不動了 漂亮 泡霧線飛啊 然後就飛到馬桶裡面去了 然後我覺得很窮 我就默默的再走到�子裡面 再去拿一個 我就是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裡 沒有跟你說 我只是覺得弄很久才回來 但你回來我就會不管 想說你可能不知道又幹嘛去了 第二天之後呢 我在刷牙 我說欸要幫你撕嗎 妳說不要我可以 我想說我經過昨天這個經驗 我已經知道會發生哪一種類似的 我這次會有技巧的 把面型內褲給打開 我可以 他就離開了廁所走到我後面 然後這時候我梳完口 什麼剛好弄完 一個轉身 一個面型內褲這樣 飛過我面前 掉到那個洗手台裡面 我就傻眼 他就開始連合 很臭的開始要生氣 我趕快把內褲拿起來 我跟他說 這個水是乾淨的 不是我 噴過沒有沖過 我梳完口之後 我有再洗過 這是乾淨的拿給他 他說 誰想要穿試掉內褲啊 他就很生氣跟我說 你知道嗎 我昨天把內褲開到馬桶裡 我如果聽到你 昨天有掉到馬桶裡 我就已經感覺到 你努力要歸避風險了 因為我知道你特別走出來 走到我後面了 背對馬桶 那怎麼會還掉到另一個洞裡去呢 而且你知道他永遠飛出來 就是這樣 他都有一個很漂亮的拋物線 然後會有種勁動的感覺 我更不爽 然後第三天 不死心 堅決要自己開成功 那個免洗內褲會洗澡 一次成功 所以呢他這一次呢 整個離開了馬桶 背對馬桶 背對洗手台 然後我就坐在床上看他開 直接射到地上去 傻眼了 我老婆回來了 無論你怎麼規避危險 你所在的地方人就危險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雷卡 無論你怎麼規避 依舊危險 免洗內褲注定要在地上 還有大家不是知道 我現在就是喜歡 生產完之後我們去弄頭髮 我們買了一杯咖啡 一人一杯 然後發現 怎麼沒有弄均勻 我想要吸管 所以我就這樣 一邊咬 然後一邊轉頭 過去說 我要那個吸管 那邊的人 就親眼看到我把 咖啡打到地上去 人家都還沒開始 就要先整理地方 我們回家之後顧小孩 他為了體恤我 他只要當小奴僕了 提咖啡回來 回來之後呢 我還很貼心 放上我們家的吸管 然後帶到乖狼面前給他喝 一直傾斜一直傾斜 因為他要餵我 我要去做外送了 媽媽我來了 我是新任的小奴僕 阿當你沒有手機 阿飲料快灑下來了 好可怕喔 他一直傾斜一直傾斜 可是我就覺得 天啊我還沒喝到咖啡 我就要先被咖啡領到 所以我就是很慌張 因為我手上在味道 但是咖啡撒到兒子身上的話 那很麻煩 你知道我那時候腦袋一瞬間 就是一直在運算 到底會發生什麼情況 來不來得及阻止 還好我成功阻止 對 我還有做一件最雷的事情 我們的生產影片 我們上傳完之後 因為有一段是 那是多剪進去的 那時候在後台的時候 我就先想要剪掉 那後面的55秒 然後我就跟他反映說 我等一下要再處理 因為嬰兒是要上來接寶寶了 我先跟護理師聊一下寶寶剛的狀況 然後把寶寶送走 然後我們一關起來轉頭 他就跟我說 我這個臉嗎 對 我整個心都涼了 要留的影片剪掉了 把不要的留下來 這影片是55秒 可能要重新上傳 等一下我覺得那句話真的很討厭 我把要的刪掉了 不要的留下來了 你還讓剪輯師愧疚到不行 我沒有人要讓他愧疚 我自己都愧疚到不行了 好不好 好 這裡是我們團隊還有另外一個女生 然後還有剪輯師 總共這樣四個人 然後呢 另一個人在安慰剪輯師 然後你在安慰我 我覺得他好煩 然後還跟他說 要愧疚 如果他愧疚的話 就去剪其他的片 轉移一下注意力好不好 生完這種你覺得你 拿回是你的主公主 你覺得自己無敵又萬能 你就什麼都想要做 什麼都想試 攔不住的 我是不是跟你說這個放著 我等一下來弄 不要 我覺得我可以 好啦 今天分享就是 懷孕給一個媽媽帶來的影響 懷孕前的自己 懷孕中的自己 跟懷孕後的自己 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你的差別 大概只有 有懷孕跟沒懷孕 生完之後跟你 懷孕之前是一樣的 沒有比較雷 你放心 我覺得你要在超越你自己看 好啦 那你們如果有什麼 懷孕要回自己身體主控權之後 最大的體悟 可以跟我們分享 不一定是我這種雷的 我是本身就很雷 好不好 好啦 以上是我們的分享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要說掰掰